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杨禄单手抓着一颗圆乎乎的东西往嘴边送着 似乎在大口咀嚼着什么 啊 非同梁 一名眼前的卫士一眼就看清楚了杨禄口中正在撕咬东西的这面目 当即金融监物家的大叫了一声 紧致攻击 看到此景所有人哪儿还不明白啊 冲入殿中的族人十六八九全都遭遇了不测 当即不知道谁怒吼了一声 顿时啊 所有的卫士纷纷开始催动空中的复阵气性 五色光霞再次一闪 三十六颗赤红的铜柱表面 四目的红光一闪 各有一道红色光柱冲着杨禄一旁而出 就这点尽致也想奈何于我 杨禄狂笑了一声只是猛然一吸气 身体顿时如吹枪一般的巨大了起来 同时呢 一件黄色的战甲在体表一现浮出 扑扑之声大起 红色光柱一击土黄色甲衣之上 如鸡枯木一般的纷纷一闪而灭 包裹在里面的杨禄 赫然是毫发未损啊 来来不往非离也 你们也接我一招 杨禄见此情情一声名笑 一只大手只是虚空一招 一只黑色的巨蜀凭空浮现 两手一抓 用力的向四面八方猛而一轮 刺耳肩鸣之声爆发而出 一道黑色的韵圈 猛然之间从杨禄的身上一发而出 冰箱四面八方一闪而逝 扑扑之声大起 三十六根炙红铜柱 在黑盲一闪过后 几乎同时啊 从中间一闪两截 其所幻化的红色光幕 也一下子溃散而灭 杨禄黑黑一笑 正想再出手将剩下的甲屯族卫士 全都一闪而进的时候 旁边的马良却有一些不耐烦的说了一句 走吧 这些低贴家伙有什么可杀的 还是办正事要紧 是主人 杨禄心中一惊 急忙恭敬的答应一声 随之 抬手将手中的黑斧化为了乌有 身形转瞬之间恢复了原先的大小 于是二人呢 对剩余的卫士不管不问 顿光一起就向某个方向激设而去 以二者的顿速 不过半个时辰就顿出了千万里之外了 眼瞅着二者横穿了一片草原 眼前出现了一片巨型山脉的时候 忽然 黑袍青年的神色一动 竟一下子停住了顿光 主人 这车了什么事情啊 杨禄自然紧随也停了下来 有些不解的问道 没什么 只是有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追了上来 马良淡愣的说道 竟然有这般不知死活的成祸 放心主人 那就交给属下来处理吧 杨禄恭敬的说道 财人修为不弱呀 你不见得能够轻易取胜 马良且摇摇头回答道 这个人竟有这般的实力 莫非说是甲屯宗中的那一个人 这倒是凑巧得很呢 杨禄文听此言 先是一愣 但马上想起了什么 面带一丝怪之色出来 哦 你知道后面之类之人是谁吗 马良看了杨禄一眼 有些颇感兴趣 若是属下没有猜错的话 那个人应该是赫赫有名的 甲屯族第一太上长老 据说其实力之强 和我等真灵相比 也不逊色分好啊 名气之大 足可以排进整个灵界前五之列 杨禄有一分明重的说道 前五 这就难怪如此孤身一人的追下来了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就好好的招待一番 将其精魂也炼化成万灵血洗的主灵吧 马良说完之后 一阵冷笑 随之啊 只见他袖子一抖 一颗寸许大的血色小印从中击尸而出 一闪击尸之后啊 就化为了一团血光 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迹 旁边的杨禄 看见血色小印的时候 脸色不禁微微一变 磁宝的烈害 他先前和其他两名真灵 联手和马良大战的时候 可是深深的领教过的 要不是三者联手 也无法抵挡此印的恐怖的威能 又怎会被逼动用那伤己伤人的法则之链手段呢 就在杨禄心有余悸的时候 后方天空当中 雷鸣之声一响 一只十几丈长的白骨飞车 在无数银湖缭绕当中浮现而出 在几个闪动过后 就一声轰鸣地出现在了离二者不过百余丈远的虚空处 夹然一声停在了半空中 白骨飞车前端 赫然大有一名枯瘦细长的甲屯足老者 只见此老者是满头灰白长发 双目的碧绿阴森 两只交叉放在身前的手臂上 套着十几个大小不一的骨环 肩头两侧 则各有半截数尺高的骨帆迎风飞动 帆皮上面的灰茫茫一片 它隐约有无数的鬼影若隐若现 并传出了一阵阵的鬼哭狼嚎之声 真灵 白骨飞车上的甲屯足老者 目光只是在对面二者身上一扫 当即瞳孔一缩停在了杨鹿的身上 并大吹一声叫了出声 哦 阁下倒是眼尖的狠啊 竟是一下子认出了本作的来历 杨鹿见此也大感意外 三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道友既然身为真灵 为何要在本族禁地外大开杀戒 甚至还毁了本族的跨大陆传送法阵呢 甲屯足老者脸色殷勤不定了好一会儿 这才神色一缓地问道 没什么 只是你的族人太没有眼色 竟然敢得罪在下的主人 也只能让他们以死谢罪了 杨鹿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主人 甲屯老者这才真的大吃一惊 他目光一动 顿时望向了马梁 这位甲屯足强者 在对方一身黑袍和有些苍白的脸孔上一扫之后 脑中灵光一闪 顿时啊就想起了前不久 才刚刚收到的那个消息 心中断食咕噔一下 可脸上却丝毫异样未落 反而显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样啊 原来是族中那些晚辈先得罪了两位 既然这样 那在下带本族向二位赔罪一生 此事就这样算了吧 在下还有一些事情就不再次多逗留了 呃告辞告辞啊 还刚落 这位甲屯足强者就单足轻轻一点 本身身下骨车是一声霹雳啊 就在无数电弧涌现中后退倒飞出去 嗨哼哼哼哼哼哼 既然来了 那就不要走了 杨露一声零笑 毫不犹豫地一步踏出 同时单手虚空一抓 鼓指中 莫然就多出了那边黑色的巨斧出来 逼一抖 向前横横一掌而去 呼的一声 一道黑茫茫的任盲 从黑斧上一闪而出 化为了一片黑色的浪潮 直奔着骨车 是一举而去 骨车上的甲村阻牢者见此情形 脸色一沉的 一条手臂只是微微一抖 顿时上面的一枚骨环 抬射而出 并在呜呜声中 一下子化为了母虚一般的庞大 体表泛起了无数灰衣白的符文 迎着那黑色的刃芒 是一撞而去 一声倾天动地的巨响 骨环缩小如兔一弹而回 而黑色的刃芒呢 也在这一击之下 尽数的溃散而灭了 但白骨飞车后退的顿速 却丝毫未受影响 并一闪就到了 鲜鱼杖之外的地方 正当甲屯阻牢者 轻出了一口气 心中一松 打算全力催动飞车一个掉头 要全力逃之夭夭的时候 天空中忽然呼噜噜一声巨响 一颗小山一般的血色举印虚影 是凭空浮现而出 并徐徐一路而下 虽然看似下落之日徐环 但一个模糊过后 就无声地出现在了 白骨飞车上方处 同时呢 一路法则波动 歇一步地顺势而下 甲屯阻牢者看到心中一脸 急忙两个尖头一晃 那两只白骨斑鸡当即是飞翅而出 迎风一战过后 就分别化为了十几丈长 里面鬼哭之声一声 立刻风筝冲出了数以百计的恶鬼出来 眉头都轻面刘牙 浑身之煞气惊人 都有合体机的恐怖实力 而十几美骨环呢 也同时啊 从老者的两条手臂中激势而出 并后呜呜作响 或掌则不定 分别展现出了不同的威能 直奔血色 喜应虚影是一刀而去 一件脸面的巨响 当即在空中传了出来 十几美骨环后发先制的 在和喜应虚影一接触之后 全都一阵 寸寸碎裂而开 上百头恶鬼 更是在被血色喜应的 法则波动一卷而入后 也纷纷一闪 溃散而灭 血色喜应虚影呢 几乎丝毫影响没有的 仍然是一压而下 甲囤族老者目睹 此情脸色大变 不扎思索的 单手猛然一掐法绝 一下子就将体内庞然法力 全都灌注到了 身下的飞车当中 更是啊 白骨飞车 提表的银湖狂闪 一个模糊 竟然一个翻身 就化为了一条 被电弧缭绕的 胡爪鼓龙 杨手一声怒吼过后 叫一个闪动的 从原处 瞬移而走 原处 马良 见此情形却哼了一声 单手呢 只是一擦绝 一根手指 冲血色曲音 漠然一点 喜应虚影 当即一晃 提表 众人一片血色浮纹 一闪而逝 同一时间 下方 鼓龙四周处 则砰砰砰 几声传来 书条 血红色的触手 从虚空中 弹射而出 并出其不意的 一下子锁链一般的 缠到了 这鼓龙的身上 任凭鼓龙身上 是雷鸣震天的 拼命的掌牙舞爪 却没有办法摆脱 这些触手分毫 站在鼓龙头颅之上的 甲屯族老者心中一冷 他马上一声逼喝 猜张口 树团精血 一下子就化为了血雾 喷到了鼓龙的身上 顿时呢 鼓龙空中一声龙吟传出 神区一下子在 电弧包裹当中 疯狂的长大 顶刻之间 就摇头摆尾的 化为了千余杖之计 先要凭借庞大的体型 硬生生的争破 身上的血色触手 但是老者心中一沉的 事情出现了 十几条血色触手 竟然随着鼓龙体型 胀大 同样的为之 黄胀不断 竟如复古之躯一般的 始终的缠绕在了 鼓龙的身上 等最终一沉过后 化为了滚滚血河 将这鼓龙是彻底的 围困在了其中 甲屯族老者的脸色 这个时候 真的是难堪至极呀 十年 在稍一扫过空中 洗印中 用寒的庞然法子之力 脸上呢 更是情不自禁 隐隐带有一丝 恐惧之意 好 好 可为老夫不留心 也不行了呀 那就让老夫 好好领教一下 阁下仙界的秘术吧 甲屯族老者 心中一横 随着一摇扬 三人手一拍头颅 天灵盖竟然一闪 自行打开了 一股繁音之声 从其头颅内传出 一个和老者 面容一般无二的小人 从中一飞而出 此小人呢 和老者本体不同 身上穿着一件 金灿灿的假衣 一手提着一杆 赤红长枪 一手啊 揭着一口白骨小钟 但头颅后 赫然另有一张 正灵异常的鬼脸 而小人刚一飞出的瞬间 立刻针区一扭 一下子一个模糊 幻化出了十几个 一般无二的小人虚影 这些小人虚影 同时呢 将手中的赤红长枪 往高空一举 顿时 十几条赤燕滚滚一涌而出 再往同一处一铃过后 就化为一条 生有十几颗头颅的 庞然火蟒 巨兽所有的头颅 都仰手一声 慈鸣过后 就冲着空中 巨大的起因虚影 是一扑而去 同时呢 这些小人虚影 另一只手中的 白骨小钟 也全一炮而出 迎风一让 化为了战雪巨大 并晃了一晃 空中立刻遍布的 荡荡的清脆的 忠鸣之声 有些意思 想不到这 风源大陆上 竟然有人打算 先下手为强 也要召集大量强者 共同对付 赫连商盟 当初在谢天大陆 被我斩杀 炼化了 金魂的那名强者 好像也是 此盟中人 既然此盟中人 如此不知死活 那 本先就直接 找上门去 先灭了此盟 再说 马良五指一松 手中一具 仿佛死屋一般的 假屯族老者的尸体 就从高空坠轮下 同时口中 一阵冷笑 赫雷声盟 哎呀 主人 此盟实力 的确不弱 甚至整体实力 不在脚赤足之下 主人 您还是要当心一些呀 杨璐在旁边 恭敬地说道 再见过了 这位真仙 几乎不费 吹灰之力 就收拾掉了一名实力 不在自己之下的强者之后 这名真灵呢 就再也不敢有丝毫的 其他的心思了 此盟实力越强 越适合 当那杀鸡汉猴的靶子 否则 否则真等他们 召集此大陆的强者 我虽然不惧 他也不想因此而耽误了正事 但是在做此事之前 我还需要先用秘书 探测一下 我此行 要找寻的目标 是否就在此大陆之上 马良唇咽了一下 不慌不忙 主人尽管施法 属下一定做好 护法之事 杨璐不加思索的说道 好 那就在前面 找一处地方 来做此事吧 马良点了点头 于是二人当即啊 顿光一起 直奔前方 进行山脉 击舍而去 数个时辰过后 在山脉中心处的一座 巨大的山峰之顶 黑袍青年 双目紧闭的盘坐地上 身前一颗 飞白金球 滴溜溜的 转动不停 一张血红的鬼脸 从上面 栩栩一发而出 马良一根手指啊 冲着金球 只是那么一点 当其鬼脸脸上 是争鸣之色一现 双目一下子 死死地盯住了 某个方向 并在下一刻 一下子就喷出了一颗 血蒙蒙的光球 此光球 只是一个闪动 就无声地没入到了黑袍青年的眉宇 哼 果然那两个家伙 跑到了此大陆来 诶 看看其所处的方向 似乎和那个贺连商盟 所在极其相近 怎么 难道说 他们就躲到了那里吗 马良 稍不睁开之后 脸上带着一丝惊异之色 呃 既然商盟之人打算 冲主人 图谋不轨 的确有可能 庇护那两个对主人不敬的小辈 站在一旁的杨鹿 演出滴滴滴一转 急忙这帮回答道 若是如此 也好 正好将他们 潜到一起解决了 马良朗 下了一声再张口 呼了一声 将金属和鬼脸 再次化为一团黑白之气 吸入了腹中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 第16004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